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的3月11日星期三 您现在收看的是大洋新闻频道中国新闻栏目 我是频道主持人岳哥 真实报道热情发生追溯地球村的中国光影 非常期待得到大家的支持 欢迎您评论订阅点赞的同时 若行有余力 期待您对我进行打赏 今天我们来继续关注习近平先生的武汉半日游 在武汉习近平看到了什么 听到了什么 特别的武汉当地人又是对习近平的到访时怎样的观感呢 此外我还邀请到中国知名的社会活动家胡佳先生 做客大洋新闻频道 来谈一谈他对习近平武汉半日游的相关的看法 习近平一日游王沪宁丁薛祥陪同 隔空慰问电话开会 阳台做人成功访函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先生在今天3月10日就乘飞机到达了武汉 这是武汉肺炎爆发三个月以来 习近平首次到访被认为是新冠病毒发源地的武汉 官媒发布的信息就显示 习近平的武汉行在防止感染防止居民呛声等方面都做了周密的布置 习近平首次到访武汉就被媒体解读成为 预示着中国的疫情已经得到了基本的控制 新华社没有提到习近平是否已经离开武汉 但根据公开的信息 习近平武汉一日游的可能性很大 那么今天我就会对习近平的一日游进行一个简单的梳理 综合央视新华社等媒体的报道 习近平此行将看望慰问奋战在一线的广大医务工作者 解放军指战员 社区工作者 公安干警 基层部队 下沉干部 志愿者和患者群众 社区居民 同样根据央媒的消息 习近平在3月10日上午就乘飞机抵达了湖北省的武汉市 第一站是火神山医院 根据报道 他一下飞机就专程前往火神山医院 了解医院的建设运行 患者收治 医务人员 防护 保障 科研公关等情况 那么照片就显示 习近平身处一处布置华丽的会议室 佩戴绿色的N95口罩 透过电眼视屏幕的视讯方式来慰问患者 和习近平2月10日考察地毯医院 没有把口罩的金属线压下去相比 习近平这一次佩戴N95口罩 看上去还是非常标准的 没有出丝毫披露 央媒的报道指 习近平亲切看望正在接受治疗的患者 关心慰问日夜奋战在抗击疫情第一线的医务工作者 勉励大家坚定信心战胜疫情 那么习近平先生是如何关心慰问一线的医务工作者的呢 具体来说就是 在和病人连线之后 习近平又来到了医院的办公楼外的广场 接见了湖北省当地和军队外地支援湖北医护人员代表 照片显示 他和与会代表之间的距离都非常远 大大超过1.5米 央视的现场照片还显示 在火神山陪同习近平的人员就主要包括 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 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 湖北省委书记英勇 武汉市委书记王忠霖等 习近平先生武汉之行的第二站是社区 新华社3月10日下午2点30分左右的通稿就显示 习近平中午就离开了火神山医院 前往武汉市东湖新城社区 看望居家隔离的社区民众 实地了解社区疫情防控 民众生活保障等情况 对社区民众和防控一线工作人员 他就表示慰问和感谢 央视的视频显示 当习近平行走在小区里时 不少居民在楼上跟他打招呼 习主席好 习主席你辛苦了 而习近平也挥手回应 你们也辛苦了 而几乎是与此同时 网上流传的信息则显示 东湖社区的庭园小区 为习近平的到来做了各种准备 社交媒体中流传的对话就显示 该社区一些居民 3月10日当天收到通知 称武汉市各区分局会安排警察入户 进行安全检查 会在家待一个小时左右 有署名居委会网格员的人就表示 因本小区创建无疫情小区成功 上级会派人来检查复核 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图片中 还显示有戴口罩或穿防护服的人士 坐在居民家的阳台里 另外也有居民表示 所处社区还特别为此发放了 白米猪肉沙拉油等物资 也有群组信息显示 居民楼的楼顶都有大量疑似警察 或特警的人员驻守 之所以兴师动众 想必与孙春兰的经历有关系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 在3月5日视察武汉的一个社区 就曾经遇到了居民高喊假的 举报物资供应供给措施造假 那么经历了上述事件 湖北当局对于习近平清理武汉 可谓是绷紧神经 把所有措施都做得非常到位 在小区的实地考察结束之后 习近平的第三项要务就是主持召开会议 听取中共中央指导组 湖北省委和省政府 关于疫情防控的工作的汇报 根据新华社的消息 这一次的会议就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 湖北省的13个市州和4个省直下县级 行政单位就设了分会场 各地党政主要负责同志 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 和外地支援各州市医疗队的领队 就参加了会议 习近平讲话的信息量比较大 主要还是防疫攻坚的相关的部署 那么透过新华社的消息 习近平都没有提到 备受争议和批评的 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这个说法 在社会稳定方面 习近平就特别表示 湖北和武汉等疫情严重地方的群众 自我隔离了这么长时间 有些情绪宣泄要理解宽容包容 继续加大各方面工作力度 习近平还特别提到了一点 中国共产党在内忧外患中诞生 在磨难挫折中成长 在攻坚克难中壮大 敢于斗争 敢于胜利 是中国共产党人鲜明的政治品格 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等等 习近平到访武汉是自去年年底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习近平首次访问中心疫区 媒体普遍认为 他的到访预示着中国的疫情已经基本得到控制 此前在疫情爆发后 到访武汉的最高级别的中国官员是总理李克强 他在1月27日前往武汉视察 而担任中央指导组组长的副总理孙春兰 自1月22日起就一直在武汉坐镇 此前香港明报3月6日曾经引述消息人士说 北京认定疫情传播已经有所缓和 预料习近平将清零武汉 又连线了中国的知名社会活动家胡佳先生 请他来谈一谈对习近平武汉半日游的看法 他首先就提到了无疑多年前的一次经历 看上去很多年过去了 中国很多情况并没有发生实际性的变化 当年无疑副总理去河南考察艾滋病的时候 他在沿途看到的所有人员 其实都是政府安排好的 都是政府工作人员 那个时候是在2003年 今天的日子是2020年的3月10日 我们可以看到经过了长达17年 就从SARS防控到现在的新冠病毒肺炎的 这个所谓领导视察的过程中 完全仍然是换汤不换药的模式 我为什么提那一件呢 就是说我对今天所发生的事情完全不意外 而且习近平的特殊之处在就是说在于两点 第一点 他是这个 你知道他是中央政治局的常委 七常委之一 但是实际上他的威风 他的全面的保障 是其他六个人的总和 就是那六个人抵不过他一个人 那孙春兰副总理他是个副总理他是副国籍的 你可以看到他来的时候就完全没有这套的措施 没有什么狙击手啊 什么这个到你家去的这样的这个这种状况 那么习近平不一样 他来到这里的时候 他本身带的这种叫随护和这种安保级别 的确是中国最高世界最高的 这也是就是他个人的风格也是也是如此 总有刁民想害症嘛 那么作为他一个在体制 因为他当政以后的话 以这个他处理的各种官员 以反腐的名义处理的各种官员 在军界司法界 就是各个方面 他已经是无出其右了 这样至少从邓小平时代开始 那到现在来讲 有哪一级官员不怕他 习近平他的随护 甚至他本人可能都知道这种安排 甚至直接参与和组织了这种安排 这个是您您有这样的看法 是让李显王 当然李就我当然是这么认为的 而且你现在如果在向前追溯48小时的话 那个武汉的市委书记王忠林 为什么他要说感恩呢 感恩的第一条可就是感恩习主席啊 就是他今天的这套做法 第一带有他一个作为一个所谓国家元首 他本身他就有这种随护级别 他到哪 如果到一个公开的开放场合的话 他一定会有安保措施的 一定如果你是到一个 就像一个谷地一样的 就是那个像峡谷一样 因为旁边是高楼嘛 那肯定有举手的 要环顾着所有的那种窗户 这样 而且呢 就是说那些警察的出现 一方面是要控制大家 不要有人喊假的假的 全是假的 另一方面的话他们也带有这种跟习近平的安保级别相持平的那种东西 作为他来讲 当一个疫情管控有出现转机 最大的危机已经已经开始过去的时候的话 那么好 摘桃子的人 就是那个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人就要来了 他到这里的所有行程应该是很早以前 就是就像大家比如说李克强来到武汉的这个那个阶段 其实我觉得就这方面的计划就已经有了 但是他要掌握的这个契机是什么 契机就在于说他要掌握一个疫情方面又对他没有什么太大的威胁 没有那么高的风险 同时呢 他又可以奠定一个我是压轴系 我是主心骨的这样一个色彩 甭管我是不是这个组长 但是这个里边的最大的功劳 最大的功绩 你最应该感恩的人是我 他到这边来 他也一样要表达亲民 这是一个规定动作 是一部戏里边的一个就是说他高潮 这样子 我不管你在下面的那些安保措施 那是你们的事 我完全可以不知道 而且你们让我表现的越自然越好 让我不知道 让我很舒服 让我这个觉得这都是油然 就是说由衷的 这那是最好 所以他到那也会接触这个 就这台戏的话 他不一定会参与去导演什么这些 但是有他这个人在 下面的人就已经要把这个剧本 剧本 然后呢导演以及排演的都需要 都要非常的精熟了 比如说他能够接触到的人 那些一定是 就要么是党政官员 社区工作人员 就过硬的 然后要不然是这些人的家属 这些人的家属也是过硬的 那么就安排出来好像有那个普通的住户 是的 甚至可以有儿童 甚至可以有老人 这样 那么他去接触 去跟人握手 让这种 这种东西要被拍摄下来 拍摄也是两种渠道 一种渠道是我中央电视台的 那个你的这个领导人办公室的 这个专专门跟着的组 我用的最好的设备 然后呢跟安保方面也都跟那些大内高手们 就是做好了把最好的机会留出来 你们不要入境 安保人员不要入境 我来我来拍摄 就是他完全是很很自 很亲密的很亲近的和老百姓在一起 然后人民也是由衷的喊出了武汉加油 习主席好 这样的话 这是一种 然后如果你在当地还可以看到 有人能够近距离的拍摄出手机的视频 放到网络上的话 那我告诉你 那一定是安排好的 而且那个安排好了 你会看 你会觉得他蛮蛮自然的 他就是好像 我就是很有然的 不期而遇 习主席来了 我能这么近的接触到他 而且还拍了个照片给他 看到他那么亲切的表情 而且不惜个人安危的到我们这座城市来 这样的 这个东西也是宣传的一个计量 这就是所谓双机位 一个是一个就是说官方的视角 一个是伪民间的视角 媒体中的最高潮 最头版的一定是我们皇帝的位置 习近平先生已经到武汉了 您知道这个消息 刚刚有人在问你 是的 我不知道真假 如果是的话呢 也不知道他躲到哪里去了 那谈谈感想吧 说不定是替一生呢 说不定是替一生演员来了呢 那如果说确实是本人 是本尊来的话呢 那谈谈感想 我估计他也会离这个病毒演员的 他绝不会 对张锤子先生的采访 到这里就戛然而止了 因为当我连线他的时候 他正带着他的心衰的母亲 在武汉的一所医院来求医问诊 所以呢非常的遗憾 当然过往张锤子先生也提到 习近平先生去武汉能做什么呢 是送花吗 是送党旗来做覆盖来用吗 那么这个感兴趣的朋友 也可以到我频道以前的内容来看一看 接下去我还紧急连线了一位武汉的朋友 他非常愿意来表白心声 但是因为说的比较直接 我综合权衡 还是对他的声音进行了处理 以下就是这一位朋友的看法 您觉得他会谢罪吗 武汉人也不做这个梦 如果习近平做了些什么 你才会满意呢 除了追责 他还应该做什么 道歉之外还有什么呢 他不是我们老百姓的准备 是为什么 对不对 我要不拿个政权 听吗 心里只要他自己 我想见他 我见到他第一件事问他 对不对 问他这个事情 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 一个给我们老百姓一个交代 说我们武汉是什么 英雄城市他妈的 他们是伤害者 他妈把英雄的家族 包包下面 有苦受不住 受苦受难 对不对 这么多人不明白的事 然后我想问他 那个苏子是真的吗 他信吗 对不对 特别是我们死产家族 对不对 你妈人最明白 是怎么回事 对不对 对他们越看越清楚 对不对 对不对 我想说蒋介石的政府 也不是一天垮 对不对 都是机会 冰冻三十飞 一日之寒 这个到底谁懂 对不对 他来干嘛 我问他 你来干嘛 看这个 看笑话 看这个结果 来干嘛 坐这实事 过榜 我就采访了不少的武汉朋友 同时呢 也采访过武汉的第九医院 采访过武汉市的卫健委 采访过武汉市的民政局 综合我的所有的采访来看 当然也包括一些西方媒体的报道 总的感觉 这一次疫情的防控确实是让普通居民 特别是普通的武汉人对中国共产党的治理水平感到非常不满 甚至是愤怒 关于这一点习近平一定是心知肚明的 在武汉摘桃子的习近平先生目测 依然在权力上是稳弱磐石的 但是有理由做这样的判断 他的党内的竞争对手 已经把他在这一次疫情上的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所表现出来的混乱 蛮憨 甚至看上去是弱智的很多表现 记录在案 当时机成熟的时候 这些旧账可能都会被翻出来 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深喉 能够出来说话 有更多的机构媒体和公民记者 能够爆出更多的线索 让我们对疫情 对习近平先生发挥的作用 有一个更全面 更透彻的了解和思考 以上就是这个时间段的播报 您现在收看的是大洋新闻 我是频道主持人岳哥 真实报道热情发生 追溯地球村的中国光影 期待您的评论订阅和点赞 如果您行有余力 也非常欢迎您能够对我进行打赏 来支持独立的新闻报道 来支持大洋新闻 也来支持我本人 再一次感谢各位 让我们下一次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